我和他在一起两年多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他这个人还不错 但是现在在一起久了 我发现他这种性格有点好过头 总是为别人着想 不考虑自己 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越来越不靠谱了 找了几份工作 我都不怎么支持 但他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 他是我的初恋 我真的很在意他 但现在他的脾气越来越大 觉得我做什么都不对 平时都是我在讨好他 但是他还是不满意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段不知道如何让你有开心的恋情 应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陈25岁 来自山西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月21岁 来自江西文园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好像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苦楚 是吧 你的苦楚是不知道怎么做 他满意 是吧 你的苦楚是老好人 对 是吧 那是谁想来这儿的呢 是我想来的 我希望他能改一下吧 就对别人太好了 对我又不够关心 他对别人好到什么程度啊 就他每次自己没钱吧 也把钱借给别人 然后问他还没还吧 他也说还了 骗我的 真的 没有 你怎么没有了 你上次不借钱给你同学了吗 我觉得他现在脾气比较大 动不动就生气 然后我就觉得 天受不了了 受不了 那就咱们慢慢说呗 你说说他怎么脾气大 他说说你怎么烂好人 是这意思吧 我先说说他的工作吧 好 他毕业以后 跟同学一起找了份工作 那个公司刚开的 给那个员工的薪资比较高 然后他不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然后才做了一个星期 就想自己出来干 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是这样的 老板觉得这小伙子还不错 那要不行的话 你出来跟着我单干吧 我说那可以啊 那我就出来吧 然后我就出来和他坐 然后坐着坐着 我就觉得因为年轻嘛 我不想坐在办公室里面 每天没有意思 每天对着电脑啊 整理书籍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年轻要拼一下 你不能稳定一下再说吗 而且你对公司了解都不多 再说你说老板相信你 但是你每次在外面跑来跑去 需要公司帮助的时候 公司总是拖拖拉拉 需要他提供一些小礼品啊 资金上的帮助啊 然后要这样签试 我当时也没想着公司需要他帮忙啊 然后就是 就是有一次 我去拓展业务的时候 公司没有帮我 然后他就因为这件事 就会我生气 我说也没必要啊 我想试一下自己的能力 那万一做成了呢 那这不是没做成吗 我中间也劝过你 叫你不要做 这个事情不靠谱 那你也每天跑行跑后 那我不想在家自己 我怎么知道做不成呢 所以我问女生一句啊 就如果这事做成了 咱就不生气了是吧 因为它有意义了 这个事情就做不成 我当时都跟他解释了 不做怎么做不成呢 做成了的话 那我肯定不会说什么 他就说工作方面 这边不挣钱 还老给别人这张义务干活 他朋友开一个新公司 然后他过去帮忙 他二号不说就去了 但是也没有说好薪资怎么算 最后忙前忙后 忙了一个月吧 然后给他的报酬 都不够每个月开车的邮费 当时我朋友开了一个新公司 他就想问我说 关系挺好的 那你过来帮一下我呗 那你们也应该 把报酬说清楚啊 那他叫我过去 他也没说报酬 他说那要不行 赚了钱咱俩评分 那你不要去呗 你不能好好 做自己的工作吗 那他叫我 当时我也有空前的时间 我就过去帮他一下呗 然后我就过去帮忙 帮忙每天 反正就是帮他做一些培训 还有照理一些人 然后他就觉得 我每天挺忙的 然后最后又没挣钱 那公司确实最后没挣钱 我就觉得 钱不能那么重要吧 毕竟朋友交了我好多次 我说过去帮他一下 也可以啊 你每天给别人帮忙 那我们的生活要怎么过呢 你这个朋友帮一个月 那个朋友帮一个月 那你365天 都在替别人干活了 那我们以后 不要好好生活吗 那我也 我自己也考虑了呀 也打算了呀 也在努力地工作呀 那你都是瞎忙 每次都是瞎忙 那你得到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得到 所以女生是对未来生活 比较担心 对 说你老是这样 不认真地在一口井里面深挖 今天是这个 明天是那个 而且你也不计较报酬什么的 所以你担心未来 是这意思吗 行 当时就还有一个工作 就当时我那个朋友 让我过去和他一起 开一个超市 然后开超市 然后他就不想让我去 他就觉得你觉得 你那家朋友都不靠谱 你别去了 去了也不涨钱 但确实是没挣钱 当时他是在那个学校 开那个超市 学校已经有两家超市了 有两家也能开呀 但人家复印店都开了五六家了 那不这样也能开吗 那复印店是人家 自己家的小店面能开的 你们那要投资的好吗 就像上次做那个 网络营销一样 我就觉得 学生也需要这些产品呀 他就说学校没有这些市场 然后就不让我做 他那个产品都是针对 那个高端客户的 价格比较昂贵 他去学校推销这个产品 你觉得可惜吗 咱今天谈爱情 不开公司的董事会好吧 咱们说点情感上的事 好不好 别老说这开公司开公司的 情感上面就是 他总是对身边的朋友 特别好 对我反而不够好 有事儿可以说明吗 有 就是上次我们去西安的时候吧 我们约好过去旅游的 我们当时不在同一个城市 当我坐16个小时的火车 连夜过去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他 以为他会在车站接我 但是我没看到他人 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怎么回事 他告诉我他没有车来不了 还没有出发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 但是我也不会飞 我也过不去 那你不会想办法吗 每次你朋友有困难 我办法也想了 就是过不去 然后我就没敢给他说 然后临近的时候我才说 我就怕他生气 那你就是知道 如果我到了之后 还是一定要等你的 你就是瞒着我 等我到了之后才告诉我 你没有车票过来 不是 你们是约好了一个时间 约好了 他没有提前买票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买票 我爸提前买了他变动比较多 他有时候就会变动 然后我就觉得 一变动的话 又得退票好麻烦 而且还有手机费 那你把钱借给别人就可以 我们约好的时间 就退张票的钱 你都不舍得 他每次出去都是会改行程 然后我就觉得很麻烦 我就不退了 我说临时再买 结果临时到了的时候 没票 我不知道就票那么紧张 然后就买不到票 最后好不容易请了张票 但是比较迟 比他正好晚到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到了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他就是大发雷霆 当里面很多人 那还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们计划好的旅行 就被这样给打乱了 导致我几天的心情都不好 姑娘不满意 可能不是因为迟到或者怎么样 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觉得比较起来 你可以把钱借给别人 你可以给别人干活 不要钱 对吧 可是你跟我约个会 你退票费你都舍不得 觉得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 就低了 是这意思 而且他因为朋友的事情 欺骗我 就朋友给他借钱了 那我问他钱还没还 他也骗我说还了 那本来就还了 那开始我问你的时候 还了吗 那你给我看手机的截屏 聊天记录 你又不给我看 那不就是没还 因为他每次这种事情 老想看我的手机 我就不想让他看 那如果还呢 你就让我看了 为什么不让我看呢 那当时确实没还 那让你看了你又会生气 我就觉得这件事 他也没必要看 后来也会还 然后他就非要看 现在你们俩这钱 是怎么个管理法 是各挣各的 各花各的 还是各花各的 他没钱的话 我会借他一点 你借他钱 他再借给朋友 是吧 对 有一次 就是我以前不是 在做一个销售吗 当时一个朋友 对我挺好的 照顾对我也挺多的 我就说 这个人不错 到月底 不是有业绩吗 有业绩 然后我就说 我把我的业绩给你吧 你压力比较大 孩子什么都比较多 我在大学 也没什么压力 我就说 我把我的业绩全给你 就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和我生气 那我肯定得生气 你不得为我们的未来 考虑一下吗 你每次总会为别人着想 别人结婚了 孩子压力大 那我们还没结婚呢 你不得准备结婚 那暂时就给他 两个月的业绩 我觉得也没什么 他对我好 我就不能对他付出一点 那我对你也挺好的 你怎么不对我好一点 也没见你把这个钱 给我买什么礼物 买的你不是都不喜欢吗 那我还不是心疼你吗 我知道你没钱 你买了你吃什么呀 还有一次 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就是我俩在街上 看见一个就是 比较穷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他肯定是乞丐 绝对是乞丐 他就说 不是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 跟他这样 同样的乞讨方式 我知道那是骗子 我叫他不要给钱 那就不是骗子 那肯定不是骗子 我觉得他就不像骗子 他非说那是骗子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我说就算你同情他 给钱 人家给一两块吧 他给一百块钱 他身上就那个吃饭的钱 一百块钱了 他都给了 然后我觉得一百块也不多 因为他那么冷的天 穿那么薄的衣服 就站到那个大街上 身上都在发抖 那你给他呢 你自己怎么过呢 一百块钱也无所谓 他就因为这件事和我生气 他说我是支持乞丐的工作 不是乞丐的工作 这是骗子的工作 我就跟你解释过 你就是不听我的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是真的 他就非和我是假的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 还吵了一架 女生好像我听起来 是对未来是有规划的 和打算的 是这意思吧 我也不说对她抱有多大期待吧 我只希望她安稳稳地上班 然后以后生活至少稳定点 现在的情况就是 每天挣的钱只够吃饭了 以后我的生活 我感觉看不到希望 对 所以我说你是对未来 其实是有打算有要求的 是吧 你是觉得女朋友脾气大 是这意思吗 对 她会为什么事发火 除了这些事 还会为什么事发火 还有 还有一件就是 上次我给朋友借钱 她说 我遇到急事了 我说怎么了 她说在火车站 钱包被偷了 她说我要回家 然后也没钱吃饭 我说 那要不行 我给你打一点 然后我身上 本来就是那天 就和乞丐那是一天 然后本来就上500块钱了嘛 我说你着急吃饭 那要不行 我给你打400吧 她把400块钱都借了 我就上了100之后 也给乞丐了 她就和我伤气 我说你没有朋友吗 你怎么吃饭 你难道你朋友 遇到这种问题 你怎么办呀 那你帮就帮吧 要他们还 你也不听我的话 后来一直让我问人家要 我说这怎么要啊 人家现在在 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也没法要啊 她就一直逼着我要 那后来大半年才给还的 那谁没有几百块钱 不能还给你 我就觉得她太过分了 就是这个钱 本来应该就 不应该为人家要 人家好了 自动就会给 你要天天追着人家要 那也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还觉得你有理了 你们俩对什么事 会是有共识的呢 我很好奇 我就觉得她的性格 是比较好的 但是没想到 现在好到这种程度的话 我一切接受不了 就是她的优点 现在变成了最大的缺点是吧 你们俩在什么问题上 能达成共识 我的问题是 喜欢到处走一走 去那些旅游区啊 好一点的景点 就是你们俩喜欢 结伴旅行 是这意思吧 那跟谁结伴旅行都行啊 因为她在旅行的途中 还挺照顾我的 有什么事情 都会提前去准备好 男生觉得女生脾气大 是吧 对 她跟你发的最大一次火 是怎样的 就是持续时间最长 伤害我最广的一次 哎呀 还伤害很广 就是那次我也是公司吧 当时不是那个超市吗 开超市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热的夏天 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个电风扇 没用一起经营的钱 然后用自己的钱 那本来就是大家一起 要用的电风扇 你为什么要自己去钱买呢 然后我就觉得 我买也没什么 然后我就买了个电风扇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 她就和我吵起来 而且她那店里造兼职嘛 当时说好的是 兼职的钱另外出 然后但是后来 因为店里的生意不是很好 然后又商量着 要不兼职的钱 从你的工资里面扣吧 那当时和我一起合伙的 那个老板嘛 也没钱呀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说要不就 我先把这个钱给垫上吧 那人家的钱不能拖欠呀 老板没钱 你就有钱了 那兼职的钱 那也没多少啊 就几千块钱呀 发了还没发 当时承诺的是非常好的 说一年要给你挣多少钱啊 对未来也挺大憧憬的 最后还不是就发了一点点钱 那最后也发了呀 你自己发了多少自己知道 那就不到一万呀 不到一万是多少 发了五千 五千块钱 大半年发了五千块钱 都不够吃饭用的 他还往里面贴钱 就是因为那件事 我就贴了两次钱 他就一直坐着不停 然后每天想起来就说 都是这样的 你这样一点都不靠谱 不为我们的未来 做一下打算 我问一句 你们俩今天来干嘛来的 我现在比较糊涂 就是一开始听 是个董事会 讨论经营方向的 后来听下来 又像个财务汇报会 大家在这报财务的账 你们俩到底来干嘛来了 我没搞清楚 我就希望他以后 就是在对朋友这方面 能量力而行吧 然后也不要再给别人 做苦力了 义务劳动了 为我们的未来 也做一下打算 那你呢 朋友 我先反驳一下他 不是你老反驳干嘛呀 朋友那本来该帮也得帮啊 以后你有困难 朋友也要帮你呀 那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朋友帮你的吗 每次你没钱了 还不都是我在帮你 我就希望他脾气别那么大了 动不动他就相信 那我脾气这么大 还不就是因为 你每次做的这些事情 又不听我的劝告 我现在才脾气这么大的 脾气太大了 你是要干嘛吧 你是让他改脾气呢 还是要跟他辩论 就让他脾气小一点 脾气小点 你还想跟人好吗 好 你打算怎么跟他好 他现在对你的意见就说 你看你这人内外不分 对内你很不好 对吧 你对我不好吗 他是太偏执了 我觉得我对他也比别人好 他就这么认为的 你怎么办 你要不要改啊 改 咋改啊 以后不给别人借钱了 可是确实朋友真的需要怎么办呢 向他商量 朋友有难的时候要不要帮忙 在我的意见上 咱是真得帮 但是有些人可能真的就不是朋友 他就是用你的时候 他把你当朋友 他不用你的时候 他真是不把你当朋友 所以有人说你不要烂善良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还爱他吗 爱 这小子你觉得还不错吧 还不错 还不错 其实你心里很矛盾是吧 就是他这么善 是你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但是他恰恰这么善 你又觉得对你冥想很大 我理解的对吗 好 那就看看怎么办呗 怎么调和这一组关系和矛盾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现在小月觉得 小陈是一个烂好人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 烂好人这个词 就是不懂拒绝地迁就别人 烂好人有一个强烈的心理需求 叫做讨好别人 他是有讨好型人格的人 才能称为烂好人 他所有的自信心 都来自于别人的同意和赞美 我认为小陈不是 他不是完全不懂拒绝的人 不然他今天不会站在这说 我要反驳他一下 他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烂好人 我想跟小月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来做这个事 到底是由价值决定的 还是由价格决定的 我们也要为现实考虑一下 不能这样 是 我告诉你 他每做的一件事情 将来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当然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不好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当下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收获的成长和历练 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刻 会发光 这是关于他的工作 关于给乞丐钱这个事情 他是真心的 觉得那个人需要他的关心 但我跟他说过那个是假的 他是真实的可怜的话 谁能判断他是真的是假的 好 他是假的 可是小陈在给他钱的 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他是欣慰的 是快乐的 是收获满足感的 你懂吗 所以他就是一个 怀有赤子之心的一个男生 在我看来 唯一的缺点就是 当你恋爱的时候 你所有的财富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你的成本 就属于你们两个人了 所以你要更多地去考虑 对方的感受 这个钱赋予出来的部分 我们可以拿去帮助别人 但前提是 我们已经过的生活 可以说的过去了 多出来的 我们去回馈社会也好 帮助他人也好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自己的温饱 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要先顾好小家 再去顾好大家 我相信你们会过得非常的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左岩老师 今天要是个职场节目的话 我肯定得要这姑娘 思维清晰 逻辑缜密 判断准确 两个细节 刚才你在说 他开超市的时候 你说了一句 人家文艺店 是人家自己的房子 在计算成本 第二个 他说网络营销品的时候 他说你卖的那些东西 是针对高端消费者的 你学生消费不起 他非常清晰 判断力比这个男生 要强很多 这个是我们目前所见的 其实两个人 都在说钱和职场 但是其实这里面 是有爱的流动的 男生更多的是 对大世界的爱 女生更多是 对小世界的爱 就是男生想的是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对别人 女生想的是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爱 是什么 就我们两个人家庭是什么 那你说 一个女生只会想到 小世界没有大世界 不是的 一个女生是因为 在爱上某个人之后 她的大世界 才会变成小世界 就一个女生 在没有爱上人的时候 她也看天下看世界 爱上这个人之后 她会想 我跟你两个人家庭 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 这个女生 她在做判断的时候 她的立足点的不同 那么对于这个男生 其实我刚刚跟 左洋老师的 基本态度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个男生 是很好的 但是年轻人 我一定要告诉你件事情 今天你能找到这个 女孩 你真的知足 她是你什么 你知道吗 她是你的防火墙 因为有很多人 会想办法 从你身上捞好处 但你总以为 你在帮人家 但这个姑娘 会成为你一道 非常好的防火墙 她会把你牢牢地拴住 不让你出大事 所以你听我的 把钱交给她管 只要你把钱交给她管 你做你的好人 你们俩绝对没有 任何的问题 祝福你们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有的感情呢 人家是只谈情 不说事 可是你们两个人 可是你们两个人 就给人的感觉说 每一个问题上 你们两个人 都是对立方 都像辩论会一样 每一件事情 都资助比较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情况发生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对彼此的价值观 不认同 女生完全不认同 男生的价值观 男生对女生的价值观 不太接受 因为女生 是以结果为导笑的人 他所有的事情 目的性非常的强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好的 那我就去做 我觉得有问题 有怀疑 我干脆不去碰 因为这样起码 我不会有坏的结果出现 但男生不是 男生是可能 更注重过程 和自己的内心 对于所有你周边的朋友来说 你是一个大好人 可是对于这个 对你来说 可能会成为 你的全世界的女人来说 你对她不够好 有很多的时候 你会成为那种 幸福了你所有的人 但苦了自己最亲爱的人 就这样的话 你身边的那个人 他心是凉的 他当然会不舒服 更何况 当你把你所有的身家 拿去幸福别人的时候 是谁在拿出钱来资助你 来帮助你 如果说你不用它 完全靠你自己的话 那OK 我们另当别论 但是他作为爱你的那个人 他看不了你受苦啊 所以最后苦了的就是他 所以希望在未来的路上 你能够拿捏好分寸 对所有人好的同时 不要忘了 暖身边人 因为可能身边的这个人 是陪你最长久 最心疼你 最爱你的那个人 好不好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爱好全世界很容易 爱好一个人很难 一个人问你 借了很多次钱 一次都没还 他下次再向你借 你是借是善良 还不借是善良 借 借是善良 你把你的 在公司的业绩 送给其他人 破坏了公司的规子 请问你这是善良 还是不善良 对于公司来说 是不善良 所以说 如果你要真正地 帮到一个人 并且让他 能够尊重这份帮助 前提是你不要破坏规子 但你总是在破坏规子 业绩是不可以 送给其他员工的 你可以私下 拿钱赠予给他 帮助他 但是你是不可以 把业绩赠予给他 你在破坏规子 你表面上 在帮助一个人 但其实一个人 数次向你借钱都不还 你再借 非但他不尊重这份帮助 其实你也在害他 我不知道那个 乞讨的人 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按陆琪老师说 他的眼光判断是准确的 我大概也是相信 那个人可能是职业乞丐 那么你就在破坏规子 你这是善良吗 善良的前提是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善良的 有求必应 其实就是在纵容 你长得特别像我小姨 真的 你特别长得像我小姨 年轻时候的样子 我为什么这么说 是第一真长得像 第二 我小姨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天真烂漫的女生 我还总是记得 她在高中的时候 每次放学 就到幼儿园去接舞 那个时候她很快乐 结婚之后 她的苍老是加速的 原因就是因为 她找了一个像你这样 男朋友的账户 我姨父很善良 跟她一样 什么人都帮 但有的时候也被人耍 很多的烂摊子 都要我姨来收拾 所以她就加速地苍老 脸上再也没有当初 年轻时候那种 天真烂漫的笑容 所以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 如果她不敢 你将来的生活的轨迹 可能你就是要操心操肺 你就会很累 但其实这还并不是最痛苦 最痛苦的是 你还不被她所理解 她还要责备你 我都是在做好事 你怎么拦着我做好事呢 你当初喜欢我 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好人吗 所以这种内心的不被理解 和那种苍老 和那种为她的担心 将会围绕你的婚姻 所以你想想 好好考虑一下 你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那一点陆琦说得特别正确 你听她的没错 在听她的基础上 去帮助别人 好吗 谢谢老师 就点 我只提醒两位注意一点 我们既然讨论爱情 我们就回归到爱情的本质来 就回归到这个角色关系里来 就行了 爱不爱你 喜不喜欢她 跟她在一起开不开心 如果你喜欢她你开心 你就大胆地喜欢她开心 那都是生活的其他的细节 多管管她 多听听枕边人的建议 因为她最亲 至少在这个利益上面 你们是个利益共同体 她至少不会害你 互相学会一些让步 如果你爱她 你就支持她 如果你爱她 你就多听听她的心里话 相爱的两个人 是不会彼此为难对方的 如果你觉得她是爱你的 请你为她做一些改变 好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我今后会改的 但是我也希望你 收一收自己的脾气 我就不想每天 就是因为那些小事情 和你吵架 我就觉得没什么必要 那些小事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因为以后还要往远地看 往远地走 所以就是收收脾气 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我不是说 我不支持你的工作 但是我希望你 都为我们的未来着想 在尽自己能力的范围下 再去帮助别人 那些帮助过那些人 我也有考虑过 以后我会改的 就是该帮的人帮 不该帮的人 我就尽量不帮他们 这姑娘太明 太明显了 还是喜欢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来 我们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我就希望 她在以后的生活中 能开心快乐 我就知足了 你不希望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你跟你的另一半 也是开心快乐的吗 没考虑 好吧 谢谢你 加油 请回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他的选择 就是这样一种选择 他希望让自己的生活 是更快乐的 因为他觉得 可能跟他在一起 不够快乐 支持 没有对错 但是